由国内工程界奥斯卡奖之称的公共工程金之奖 12月21号在中游大楼的国光厅盛达举办颁奖典礼 台电在众多竞争者中再度投影而出 一共获得两件特优一件佳作 陈副总经理苍贤也获颁公共工程专业奖章的殊荣 公共工程会举办这个奖项 也希望借助你们的专长 你们的技巧 能够允免社会学习 让我们整个国家的建设品质能够越来越好 所以要感谢大家在激烈的竞争和一般中 能够坚持品质 也能够如期完成各项的重大建设 在设施类组 台电共有名坛发电厂聚公分厂 161KV开关厂更新工程 以及通宵电厂更新扩建计划 345KV气体绝缘开关及附属设备工程 两件特有奖项 学历类组则有领口电厂更新扩建计划出水口 等相关设施兴建工程或加作肯定 公共工程经纸奖的肯定 对陆立工程的台电人员是一大鼓励 并持精诚所致 品质所在 台电未来仍将继续坚持工程品质 创新突破 提供民众便利 高品质的电力生活 台电公司总部报道